玩乐学堂 甜品屋装饰一下 来看看甜品屋长什么样子吧 就是这个房子了 虽然这个房子看起来很干净 可是上面没有任何的装饰 有一点小不漂亮 今天呢 我们就用这一张贴纸上面的图案 把这个屋子装饰的美美的 先来贴第一个贴纸吧 甜品屋里一定会有的 雪糕就都放在这里吧 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贴纸好大呀 有没有合适它放的地方呢 我找到了 在这里 有一点点歪 不过没关系的 三号是个冰淇淋雪糕 哇 三号就放在房子的正中央 啾啾啾 好漂亮呀 嗯 四号是在这里 这个就很简单了 因为它和这里是完全可以放进去的 啾啾 好漂亮的彩虹伞呢 对不对 来 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放在侧面 啾啾 还有我们的第六个 哦 六在哪里啊 这里 六也贴在这里吧 嗯 七在这里 七是糖果 我们来贴到抽屉上 哇 八十个曲奇 把它放在这里 哦 哦 接下来的脚 是一个长条 好大呀 小朋友们 我们快找找 这个应该放在哪里呢 嗯 这里 我找到了 啾啾 哎呀 肚子要贴弯咯 哇 这好像一个漂亮的小冰柜呀 第十个 哇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和十四 这些都是椭圆形 我们来把它贴在这里 当作超远吧 好看哦 耶 接下来 继续 嗯 第十五个 呀 这也是一片大的贴纸 大的贴纸 放在这里 就好看多了 哦 哇 哇 这一个也好好看哦 还剩两个咯 两个 我们就把它贴在冰柜上吧 放在这里 好不好 嘟嘟嘟嘟 嘟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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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纸 全部贴完了 来看看 津津姐姐贴的怎么样 嘟嘟嘟嘟嘟嘟嘟 alı 埃迪现在在这里 我们的萝莉要在这里 准备麦甜品了 哇 好开心呐 转过去吧 Vancouver 啪啪 啪啪 甜品店要开业啦 哈喽 甜品店要开业啦 小朋友们快来吃甜品喽 打开门 让我们的Eddy出来吧 哇 Eddy出来喽 接下来 Eddy小公主要为大家跳一支舞 为我们的甜品店拉拉扣 好了 把我们的菜单摆到这里吧 哇 你们看 我们的甜品店门口 有一只小狗狗 哼哼 哇 哇 飞来了一只小蝴蝶 呜 它一定是闻到了我们甜品店的香味 Towardsation 狗狗和蝴蝶玩儿了起来 咮咮咮咮咮 哎呀 忙了一天了 我们的甜品店今天可卖出了不少东西呢 好了 get out iela 也好了 要去梦幻梦马里玩一会儿 一起去吧 哇 小朋友们 你们看 这个梦幻梦马好漂亮啊 先让谁上去试一试呢 先让今天辛苦了一天的Lolly上来吧 哇 好了好了 Eddy已经等不及了 快让Eddy上去试试吧 好了 接下来呢 就两个位置 他们两个小姐妹想一起玩 让小马先下来吧 哦 我们的马车断了 要把它安装好 哇 又可以继续玩了 快点快快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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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小朋友们 这期的玩乐学堂到这里就结束了 Eddy和Lolly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有勤劳呢 下期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玩具 等着你们咯 记得关注和订阅 拜拜